Hello,我是Mo 我是Kio 今天我們來到海敬家福洲際酒店 慶祝Kio和英武建交紀念日 馬上進去出現吧 在1981年落成的海敬家福洲際酒店 和上集今天介入酒店 都是屬於洲際酒店集團的成員酒店 因為香港洲際已經停業 所以海敬家福洲際酒店 都略升成IHG集團的旗艦品牌 恭喜兩位 見到慶祝誕生日 多謝你們選擇了我們 海敬家福洲際酒店 房間是一個大床城景房 秘住那裏要求有浴缸房 我們都安排了 現在幫你做登記 好,是時候看看 庭檔會不會有 多謝酒店 改進我們上去 庭檔房間 因為房間 都有305平方尺 所以看上去都很大 可惜這個景 就向尖東八州蓮花園 又可以讓對面的上班狗 好看著你的Staycation 房間裏只有這張In-Room Dining Menu 可以叫鮮蝦雲吞麵 揚州炒飯和海南雞飯 在白宮台旁邊有LAN線 HTMI接頭 VGA接頭等等 房間是沒有USB插頭 mini bar裏都是普通的東西 它的門是有點柴的 已經花光了 沒有補法 好細枝 但它是膠瓶 不是玻璃瓶 茶包也是泥牌 水煲 最重要是看水煲 不是看布 是看布裡面 有一點水夠 都可以接受 然後有冰桶 還有一部37吋Sharp的液晶電視 它們不是給蒸餾水 而是給西藏的礦泉水 給你來沖咖啡 就似乎有點不太適合 除了剛才在咖啡機旁邊有兩支水之外 在床頭這個位置都有四支水 可以調校燈槽 射燈 迫燈 還有閱讀燈 還有夜燈 而音響呢 就是用Bose 床頭另外一邊呢 就有一個 古惑的鐘 鐘呢 現在顯示的時間呢 是 6點49分 差不多 現在只是30萬分 不過不是的 我喜歡它的鐘是9分 那如果晚上想看鐘呢 你可以按著它 是不是old school 我很久沒看到鐘是有這些 在洗手盆旁邊就有洗手液和潤孤露 只要有什麼秘品呢 秘品房的位置有點奇怪 它就放在這個風筒櫃裡面 那裡面呢 就有紙巾 番茄 提素膏 提素刀 梳 牙具 那些秘品呢 擺放的方法有點奇怪 好像很趕時間 把一堆秘品放在櫃裡就算 這樣 我覺得這個位置呢 真的有點隨便 而且底部呢 還有萬惡的綁 極度不想面對看重的朋友 就可以在浴室裡靜雞雞綁重 站桿和浴缸呢 就在同一個地方 浴缸是一點水質和頭髮都沒有 好了 看看衣櫃有什麼 是有一把傘 浴缸 都是不夠美麗畫的 那件美麗畫的漂亮 但也不錯的 特素 很厚啊 很漂亮啊 保險櫃啊 什麼都沒有 接著就 拆鞋布一塊 還有個鞋抽 還有個備用的枕頭 如果要洗衣服呢 還有個launchery bed Hello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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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om tour完之後呢 是時候都去launch那裏 吃下午茶了 有啤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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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這裡的咖啡呢 都是用普通咖啡機的 你下了order之後呢 就會幫你沖 還有四款的罐裝飲品呢 可以給你拿的 還有呢 在房間你看到的西藏串水 那些飲品呢 都是沒有酒精的 去到食物的部分launch 就準備了cream tea 鬆餅的底部有燈芯加熱煮 而果醬的選擇方面 一共有三款來自澳洲 無膚質的果醬 還有蜜糖 有士多啤梨味 橫桃和橙味 還有英國的 進裝clotte cream 至於西式的甜點呢 都是在cafe on M的自助餐 那裏不上來的 老實說呢 除了巧克力塔之外 其他呢 都是類型普通的 這次這個下午茶 就連這個launch的三寶都沒有 記得這些蛋糕夾青椒 牛角包夾芝士 還有火腿夾三文治 那這個launch的下午茶呢 明顯是行一些輕食的形態 另外呢 一件事都要欣賞它的 牌上面是有標示它的食物成分 那如果有些敏感的朋友呢 那就可以注意了 日本人就會叫Skong中間位置的裂痕呢 叫做狼的口 Wolf's mouth 用刀切開中間呢 就可以塗cream 或者果醬 Skong外層酥脆 提子乾 都夠多 內層鬆軟微濕 牛油味呢 都很香 不會過甜 不會過乾 我們兩三下手勢呢 就瘋了幾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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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使食物呢 看這個launch都是一般的 但是呢 炭著杯咖啡 看著維港景呢 這樣chill一個下午呢 都挺捨意的 每次吃完下午茶上來 他都會突然拿一些東西吃上來 現在就不是welcome snack 是welcome fruit 健身室和室外泳池 同樣都是設在18樓的 在前台上做完登記之後 就可以拿著毛巾出去看看 剛剛我們上來的時候 一個人都沒有 兩個人可以霸佔整個鑽石型的泳池 我和企我都真的超幸運 我要包場啊 我們可以看看這裡有多少張山坑椅 有月亮啊 看到嗎 泳池的深度最淺是0.8米 最深是1.4米 這麼快就日落了 不用了 現在因為冬天 所以日落都快了 現在是5點20分 這個感覺很慘 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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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米 4米 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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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米 7米 8米 6米 8米 5米 5米 6米 5米 所以一點都不覺得焗粥 如果想游泳又發現帶不夠裝備 可以即時在這裡和職員購買 又或者不夠水喝的話 都可以賣水 來到六點鐘 就是Lounge的雞尾酒時段 跟限茶一樣 Lounge裡面都是沒什麼人 因為酒店距離維港 都只是隔一條梳士芭蕾道 和海濱長廊的距離 我們最後都選了在Lounge近窗的位置坐下 很快讓大家看看有什麼吃 法國冷盤裡常見的 葉漬番茄和羊雞 番茄上牛芝士串 菠蘿芝士串 還有一碟小碟的就是泡菜加鞋柳 還有三款未切的芝士 橄欖 黑麵包 還有餅等等 還有凍肉腸 還有水果 還有蝦蜜瓜 還有菠蘿 還有菠蘿 而甜品方面 就有 Opura Cake 士多啤梨他 雙重朱古力曲奇 還有馬德蓮蛋糕 而熟食方面 就比較少了 只有牛肉串 素春卷 還有泰式魚餅 有水果 各位牛肉仍然想吃菜的話 LUNGE裡面也有沙拉巴 這個LUNGE的小食 是絕對不能夠餵飽你的 所以就讓你多喝幾杯 至於酒方面 這裡有白酒 紅酒 還有角色的福卡 啤酒 都有 如果要調酒的話 可以找職員幫忙 當然 我們都很不客氣地喝了幾杯 火腿 水果 和芝士 這些其實都是正常發揮 畢竟這裡大部分的食物 都是一早就準備好 不需要即場炮製 牛肉串的味道都是正正常常 在LUNGE裡面吃著串燒 再喝酒 那種感覺是很特別的 說到明雞尾酒時段 都不可能不說一下酒 我們一共點了五杯酒 有Sparkling Wine Cosmopolitan Bailies Gin Tonic 和Long Island 特別想讚一下LUNGE的員工 真的非常專業 和有效率 當我點粉紅色那杯Cosmopolitan的時候 他都特地找部手機出來問同事 有沒有所需要的材料 還說沖好的時候 會親自拿過來我的桌子給我 全場都沒有人叫這條酒 在德魯裡面 各位早晨 現在時間是 早上9點 是時候回到Café on M吃早餐 這次我們就和安排坐 麵向酒店大陀 如果想麵向圍港景 就要早點起床 這裡的早餐 有齊中式、西式、港式的食物 任你選擇 連燒賣都有兩款 我試齊齊這麼多款 味道就一般 反而是隔壁港式的熱芬 和菜乾豬骨粥 就不停看到他reveal 我出來三次 三次都拿不到 我就覺得他有油炸鬼這件事 極度有誠意 隔壁炸到金黃色脆脆的炸饅頭 加煉奶 我深夜剪片就很想吃 就連菊類早餐和乾果的配搭 都起碼有六款以上 比較有趣的就是這碟芝士 無緣無故放在乳隔壁 還有巨量的長形煙三文魚 既是長形 還是厚切 好可愛 另外西式的食物 看上去就不太吸引了 尤其是這個煙肉 實在太柴了 它都有一個鵪裏巴 可以選六款蛋的煮法 鵪裏都有蘑菇、芝士、青椒等等的材料 可以全部加完都可以 但因為只有一個廚師煮完全場的鵪裏 所以就要等一會 粉麵包可以選擇的選擇就比較少 只有魚蛋和牛丸 好香 因為昨天吃了很多牛扒包 大家覺不覺這些糕點 好像遲晨相識 原來昨天下午茶 有部份的糕點 就是在這裡拿上來的 當日還有四款的果汁提供 而紅石柳汁 都是一大的亮點 都會來的 今月過的都好過禮貌 然後你連走過也跟我講 早晨 你好 好開心 好開心 喜歡吃到一隻不會太鹹的煙三文魚 剛剛拿到的鵪裂 雖然樣子看上去其貌不讓 但想不到切開裡面竟然是流心的 我猜不到 很迷你很迷你的薄餐仔 很搞笑 超級脆 好好吃 吃完一個滿足的早餐之後 我們最後都去了lunch那裡坐了一會 很快兩天一夜的staycation 這樣就結束了 總結一下 房間來說 房間的空間都非常寬敞 但執拾的工作就做得一般 原本酒店是有枕頭可以給客人選擇 但也都不見那張提示卡 始終我們訂的不是海景房 看著原景都不會覺得太過逼 而lunch環境優美乾淨舒服 落地玻璃再加上鏡的元素 令到整個lunch中間感都很大 維港都只是近載止尺 lunch員工的服務更加專業而且有效率 在這個食物的款式來說 我是相當失望的 而飲品的款式也不太多 無論是下午茶或是雞尾酒時段 食物的種類都是少之有少 食物質素正常 只有酒精的飲品令人滿意 泳池方面剛好遇上不太多人 平時我知道都會比較多人 可能剛剛天氣轉動所以比較少人 因為它是鑽石的設計 所以晚上和黃昏的時候景色非常不錯 值得花點時間在吹吹風和欣賞景色 而早餐就沒什麼特別了 都是正常的發揮 款式種類都夠多 這間酒店我最欣賞它的地方 是它的服務 它的員工無論入門口的時候 去到打掃的大姐 和離開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 它是沒有一個員工可以被你挑剔的 每一個人對你都非常有禮貌 反而有時候我覺得 員工比設施的設施更細心 好像浴缸的塞水一樣 平時塞水是有一個按鈕 給你扭開然後放水 但它這次是用腳去按壓 每次放水的時候 都會有點麻煩 另外它在咖啡機旁邊 就放了兩支抗泉水 我相信用抗泉水來沖咖啡 味道應該會有點奇怪 因為它的抗泉水的pH值是8.2 相對會有點嚇 最後都多謝這兩年照顧我們的員工 包括大堂幫忙Check in的員工 Cup Launch的Carmen Bonnie Trixie等等 帶給我們兩個美好的回憶 你們看完之後又有什麼想法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條片再見 如果想看更多吃喝玩樂的影片 記得訂閱留言讚好按鈕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